《鬼灭之刃》自播出以来 一直是备受难迷青睐的热门作品 而主角造能炭治郎 也深受众多粉丝的喜爱 正是因为特别喜欢 所以很多粉丝也给炭治郎起了不少亲切的昵称 不过 炭治郎丢刀狂魔的这个称号 也许知道的人并不多 毕竟只有追漫画的难迷 才知道炭治郎是如何做到回刀不倦的 首先 简单了解一下日轮刀 日轮刀 以名为浴缸的特殊材料断刀而成 由断刀施耗时半月完成 因为刀身颜色会根据主人所属的属性改变自身颜色 所以也被称为变色之刀 对于杀鬼队成员而言 日轮刀是非常重要的灭鬼力气 而每一位杀鬼队成员 都必须要做到人在刀在 然而 自从炭治郎通过试炼 并奔走于消灭恶鬼的前线上后 炭治郎竟做了所有杀鬼队员从未做过也不敢做的事情 没错 就是断刀 炭治郎所持日轮刀首次毁坏是在蜘蛛山 也就是动画中最燃的十九集 炭治郎出战十二魁月 因为不了解下弦之物类 所以一直处于下风 而炭治郎在与其交手时 为了斩断迎面而来的蛛丝 便将日轮刀立于面前 然而就在日轮刀与蛛丝接触时 竟然被蛛丝清洁断 事后 因为日轮刀无法修复 所以只能重卷于钢 再由钢铁种银重新锻造 虽说这次断刀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 而一般人也会理解 不过身为断刀师的钢铁种银 可没那么好心肠 得知自己锻造的日轮刀被毁坏后 直接抄起菜刀 碾了炭治郎一个多小时 带到消息之后 钢铁种银才将第二把日轮刀 叫给炭治郎 其实钢铁种银当时的心情 很容易理解 自己费尽心血锻造的成果 被轻易毁坏 无论出于任何原因 都是没办法轻易原谅的 所以他抄刀碾炭治郎 已经算是最轻的惩罚了 如果按照常人的认知 可炭治郎却好了伤疤忘了疼 这一次竟然把刀直接扔了 蜘蛛山一战后 炭治郎在蝶屋休养了一段时间 刚刚痊愈便被派出执行任务 而与此前不同的是 这一次有炎柱助阵 在无限列车上 主角三人和炎柱遭遇下弦岳第一位的袭击 虽然炭治郎经历了一次苦战 但最终还是将下弦岳顺利消灭 然而令众人没想到的是 上弦岳竟突然出现 并在招揽岳柱被拘后将其打致重伤 而在一旁无力插手的炭治郎 眼见上弦岳要套 便一时激动将日轮刀制出 并刺中上弦岳的身体 最终上弦岳将这把刀等为己断 没错 炭治郎的第二把日轮刀 刚得到不久就被他亲手扔了 然而因为当时的情况 炭治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将面临什么 等他把消息传回 并探望完岳柱的家人后 刚出门就见到复远处气势汹汹的钢铁种营 还没等炭治郎开口解释 就已经冲了上来 而且这一追就是一天一夜 不过 最后钢铁种营还是将第三把刀交给了炭治郎 但这一次内心中仍存留着一丝可以压制的火器 看到这 阿维我作为观众 也只能默默同情钢铁种营三秒钟 这期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可以点赞订阅我 我们下期见